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型企事业单位相继开始财源减负 持续到年底 小而美的公司要学习在夹缝中生死 也是官司是非争斗夺权集中爆发的一个年度 投资者可以关注文化娱乐 矿业 灵业 畜牧业 基础建设等领域 大家都想知道2020年是不是比2019年好贵一些呢 陈恩老师的回答是 强者更强 弱者更弱 所以没能力 没钱 没实力 怎么办 宋明一句话 当年英雄好汉 当下埋头苦干 逢人 鞠躬坐一 小心被人坑害 2020年12星座运势排行榜 事业排行前三名 白羊座 巨蟹座 天蝎座 草花排行前三名 巨蟹座 橱绿座 摩羯座 财富排行前三名 白羊座 瘦首座 摩羯座 学业排行前三名 金牛座 巨蟹座 橱绿座 全瞻新师 给您解读 太阳白羊座和上升白羊座 2020年年度运势 为什么 有些白羊座 整天抱怨又苦又累 而有些白羊座收获50亿票房 作品一部接着一部大卖 是啊 总有一些人 能够化压力为动力 2020年 那些坚持不懈的白羊座 会遇到贵人提携 年终职场竞争压力大 年尾呢 有机会 化危机为转机 收获丰盛 关于感情呢 我想替白羊座说一句公道话 不要跟白羊座讲道理 你只要不分青红皂白 站在我这边 就是我白羊座的人了 我太难了 你要惯着我不能管着我 白羊座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 爱情是你的避风港 不是你的竞技场 如果你要的是一场狂欢 最终换来更多悲凉 单身的白羊座上半年容易扑担 或者发展成暧昧关系 容易有秘密情人 每个白羊座下半年都面临情感危机 容易分手一地 熬到11月一切又好转 本年度事业 感情和财运 开年逐渐走高 年终开始下滑 年末收获丰盛 出行学习健康运时弱 本老师送给白羊一句话 年初打好底 年尾好过冬 中途预险组过后是英雄 总之2020年是强过 2019年吧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2020年每个月 白羊座的注意事项 事业好运转岗升职的月份是 1月3月4月8月11月和12月 事业变化危机的月份是 2月6到7月9到10月 感情升级或者有相亲恋爱结婚的月份是 2月11月到12月 感情容易出现危机的月份是 5月9到10月11月到12月 也要小心 容易得财的月份是3月和12月 容易破财的月份是1月2月 学业考试运望的月份是3月 需要注意健康的月份是5到6月8到10月 黑暗占星师为您解读太阳金牛座和上升金牛座 2020年的整体运势 金牛座表面不动声色 背后都是野心和执念 为了达成某种野心 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 到了2020年 你是要爆发还是要节制呢 事业方面呢 金牛座有机会 或者实现跨界跨行业的职场变革 很容易树立独特的自我标签 扩张知名度和影响力 例如出版求学 拓展社交人脉 在文娱传媒 社群营销 产品宣发 教育出版 贸易司法等领域里会有贵人和机会出现 假如你要独立创业或者投资新项目 我提醒你千万不可盲目扩张 从5月开始你自身的健康状况就不太好 团队呢下属不给力 律法规则又变化无常 对一个人或者一个新项目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 那8月开始呢职场竞争力弱 自身的健康问题有多 另外呢某些金牛座本年度会牵扯到一些官司是非 尤其要注意9月和10月 形势要谨慎低调 对金牛座而言爱情很简单 千万种的想念不如一次相见 爱你的时候给你花钱 不爱你的时候找你讨钱 2020年金牛座的情爱之路 并不顺利 容易异地 有秘密 常常感到克制和压抑 金钱方面需要精打细算 多劳才能多得 没有大财进账的幸运事 学业运呢相对上年有提升 健康不如往年特别要留意 裴恩老师提醒你哈 甜蜜和丰盛来自节制 理性和退让 对金牛座而言 2020年你所遇到的所有危机 都是转机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 2020年每个月需要注意的 事业好运转岗升值的月份是 3月12月 事业危机的月份是 1月4月 感情升级或者有 相亲恋爱结婚的月份是 2月12月 感情容易出现危机的月份是 5月9到10月 容易得财的月份是7月 容易破财的月份是5月 学业考试欲望的月份是 3月和8月 需要注意健康的月份是 8月9月10月11月 陪恩占星师为您解读 太阳双子座和上升双子座 2020年的年度运势 双子座啊 你们太难了 总想着处处周全 到头来处处男全 不过 年初 双子座很容易收获大批粉丝 自己的才华受到追捧 到了年中呢 职场中斗争和打压的声音 就会在你的耳边出现 下半年呢 你很容易被是非纠缠 没有爱情的双子座 就是一句行尸走肉 所以呢 双子座最害怕孤独寂寞 造化弄人 双子座这两年 相知相伴的美好 总是稍纵即逝 本年初呢 双子座很容易吸引到 优质的伴侣 下半年却难以逃脱 这个魔咒 还是容易陷入是非恩怨 秘密恋情 容易曝光 夫妻相处 信任不够 想给双子座起个外号 过路财神 2020年 金元宝从这只手进来 又从那只手出去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在债权债务秘密交易 税务分红方面 容易遇到负贫性事件 学业考试方面不如往年啊 健康要防备 突发事件和疾病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 2020年每个月双子座的注意事项 事业好运转岗升值的月份是4月12月 事业危机的月份是5月8月 感情升级或者有相亲恋爱结婚的月份是3月4月 感情容易出现危机的月份是9到10月11到12月 容易得财的月份是2月3月8月 容易破财的月份是6到7月 学业考试阴望的月份是1月 需要关注健康的月份是5月 裴恩占星师为您解读 太阳巨蟹座和上升巨蟹座 2020年年度运势 巨蟹座有一种隐藏的本领 总是在别人运气不好的时候 表现优异 某些事情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 他们也有本事力挽狂澜 起死回生 事业压力会在下半年出现 但是最后胜出的还是巨蟹 关于爱情呢 我要恭喜巨蟹座2020年 即使悲伤成群结队向你扑来 也有爱你的人出现 护你周全 但是就怕旧人留下一寸可能 让你的心再无一日安宁 所以听裴恩老师一句劝 前程往事要断干净 感情处理好 财运自然到 下个年度又得大财的机会 总体来讲巨蟹座还是要靠勤奋 精打细算过日子 学业方面强过往年 健康留意呼吸系统和皮肤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2020年每个月 即以巨蟹座的注意事项 事业好运转岗升值的月份是3月8月11月到12月 事业危机的月份是1月9月到10月 感情升级或者有相亲恋爱结婚的月份是2月3月11到12月 感情容易出现危机的月份是2月 容易得财的月份是8月容易破财的月份是4月 学业考试运动的月份是9到10月 需要关注健康的月份是1月5月 台温占星师为您解读太阳狮子座和上升狮子座2020年整体运势 别在黑暗中落泪 要做划破黑暗的利润 这句话送给狮子座 相对去年狮子座在职场当中容易出现好职位 好帮手 好队友 只得你自己压力降低 辛劳减少 但是差旅出行会增加 司法纠纷 亲友是非会来搅扰你 可以把自己活成神话 不能把爱情当成童话 没有钱 浪漫必然是一场幻灭 那些海事山盟 抵挡不了利益相争 你若没有价值 清风是绕着你走 假如你在感情中失败呢 不是输给了自己 而是输给了现实 2020年所有狮子座所遭遇到的 都是让你明白这些道理 金钱方面呢存在压力 尤其容易出现分红不均 薪资拖欠 债务纠纷等 学业方面有积极性 但是倍感辛苦 健康尤其要关注 交通方面的安全 脊柱骨骼 皮肤肾脏肝脏等系统也要留意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2020年每个月狮子座的注意事项 事业运转岗升职的是1月3月 事业有危机的是2月和8月4月 感情升级或者有相亲恋爱 结婚的是1月9到10月 感情容易出现危机的是2月 容易得财的是1月和3月 容易破财的是5月 结业考试运望的是11月到12月 需要关注健康的是6到7月 占星师培恩为您解读 太阳处女座和上升处女座 2020年年度运势 处女座的低迷状态在2020年有所缓解 会努力发展个人兴趣爱好 也有机会在更大的舞台展现才华 虽然处女座智商很高 但是面对情爱问题还是很傻 爱情来的时候你很聪慧 各种挑三拣四 爱情走的时候你很敏感 难以优雅放手 总觉得有了爱情就有了一切 总觉得爱情可以满足到 自己所有的人生欲望 到头来自己确实付出最多的那一个 2020年你的感情中会出现一个 让你开心的人 但是另外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还在 有些处女座牙会升级为父母 金钱方面的压力大 尤其到了下半年 各种债务税务问题接种而来 一定要做好准备 学业和技能的发展在本年度比较顺畅 健康相对去年稳定和进步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2020年每个月 处女座的注意事项 事业好运转岗升值是1月3月4月 事业危机的月份是2月5月9到10月 感情升级或者有相亲恋爱结婚的月份是5月11月到12月 感情容易出现危机的月份是2月5月和8月 容易夺财是2月 容易破财是5月9月到10月11月到12月 学业考试运望的月份是1月4月 需要关注健康的是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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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 占星师裴恩为您解读太阳天秤座和上升天秤座2020年年度运势 你相信吗 天秤座温婉如雅的面积后面其实是一个生猛的战士 2020年职场当中的民争暗斗 团队当中的好坏难辨 家庭事务的琐碎繁杂 天秤座都能一一应付 绝对不会输 感情体验要比2019年差了很多 比较容易异地 情感表达也欠缺温情 婚姻中的天秤座容易发生争执 隐藏多年的感情矛盾或者秘密容易爆发 一些天秤座容易通过房产买卖获得金钱收益 或者在房屋家展方面有一些惊喜 财务方面也有进步空间 求学出行能给你带来愉悦感 但是考试考证并不会有特别的好运 健康状况要比去年差 留意食育压血糖肚受伤等系统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2020年每个月天秤座的注意事项 事业好运转岗升值的月份是1月4月8月 事业危机的月份是2月5月6月7月 感情升级或者有相亲恋爱结婚的月份是2月4月 感情容易出现危机的月份是9到10月 容易得财的月份是3月 容易破财的月份是5月 学业考试欲望的月份是4月 需要关注健康是1月合同 专心师裴恩为你解读太阳天蝎座和上升天蝎座 2020年年度运势 输得起的人才配赢得未来 天蝎座总是在大家迷茫的时候 能够顶起一片天 年初呢 天蝎座在合作领域里容易遇到贵人 外地业务也会有幸运出现 虽然下半年会有些是非矛盾 也容易出现意外困难 结局是好的 你都能应付 像对天蝎座说 总会有一个人出现 把你内心的窟窿填满 这是不是2020年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呢 学业方面积极性提高 下半年比较辛苦 健康呢 在下半年容易遇到受伤手术等 某些天蝎座也要 容易家人健康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 2020年每个月的注意事项 事业好运转岗升值 容易在3月和8月 事业危机是6月到7月 感情升级或者有相亲恋爱结婚 容易在3月11月到12月 感情出现危机 容易是1月 容易得财的月份是4月和8月 容易破财的月份是5月 6月7月 学业考试运望的月份是3月 需要关注健康是9月和10月 占星师培恩为您解读 太阳射手座和上升射手座 2020年整体运势 亲爱很贵 人穷不配 射手座你就长点心吧 2020年先谋生 再谋爱 是裴恩老师给您建议 珍惜你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不要任性 不要挑三点四 感情关系不稳定 关键是你自己没有底气 金钱多劳 才能多得 防止陷入投机赌博 学业进步不明显 健康无大碍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2020年每个月 射手座的注意事项 事业好运转岗升职的月份是3月4月 事业危机的月份是5月6到7月 感情升级或者有相亲恋爱结婚的是2月4月 容易出现感情危机的是9月到10月11月到12月 容易得财的月份是2月3月11月到12月 容易破财的月份是6月7月8月 学业考试运望的月份是1月 注意关注健康在5月 占星师裴恩为您解读太阳摩羯座和上升摩羯座 2020年年度运势 只有对自己足够狠 竞技场上才能站得稳 你狠得过摩羯座吗 职场权力斗争中 摩羯座始终都是笑到最后的人 2020年摩羯座要面临搬家装修办公或者 居家环境变动的问题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 年初和年底都有升职机会 佛情之人深情起来真可怕 说的就是摩羯座 2020年摩羯座要恋爱了 你怕是不怕 彭恩老师告诉你啊 摩羯座非常害怕恋爱 一谈恋爱就慌张 虽然他们假装很冷静 如果你爱上摩羯座 要给他足够的时间慢慢适应你 金钱方面摩羯座有小小进步 学业方面没有特别的好运 健康状况比去年有所好转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 2020年每个月 摩羯座的注意事项 事业好运转岗升职是在 9月到10月 11月到12月 事业危机的月份是2月 感情升级或者有相亲恋爱 结婚是在3月 容易出现危机的是在 6到7月 9到10月 容易得财是在1月 11月到12月 容易破财是在4月 学业考试运望3月 需要注意健康的是1月到5月 真心师裴恩为您解读太阳水平座和上升水平座2020年整体运势 方能平安度过低潮期 把孤独当成宿命 其实都是水平座的自我安慰 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曾经拥有留在了2019 2020你不再假装坚强才有人爱 金钱方面有小进账要精打细算过日子 学习动力一般年初考试运好 特别提醒你多一些时间关注自己的健康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2020年每个月水平座的注意事项 事业好运转岗升值的月份是1月 11月到12月 事业危机的月份是6到7月 感情升级或者有相亲恋爱是在4月 感情出现危机的是在1月 容易得财的是1月 容易破财的是5月 学习考试运望在3月 需要关注健康的月份是2月 6到7月 9到10月 占星师裴恩为您解读 太阳双鱼座和上升双鱼座2020年整体年度运势 只要你不同意 没有人能让你低头 这句话可以作为双鱼座2020年的年度总结 在网络营销社群管理团队建设等方面 你会付出辛劳并收获满满 双鱼座的朋友你努力终会有魂抱 感情呢2020年 彭恩老师的忠告是悄悄爱寂静欢喜 高调爱惹是胜非 不小心陷入三角链越走越乱 双鱼座在感情里要做减法 金钱方面压力最大的一年 尤其下半年 特别容易破财 防止被骗 网络交易 年初出行学业方面有好运 健康要留意遗传性疾病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2020年每个月双鱼座的注意事项 事业好运转岗升职是在三月 事业危机是在一月和二月 年底也会有危机 感情升级或者有相亲恋爱结婚的月份是三月八月 感情容易出现危机的月份是六月到七月 容易得财是在二月 容易破财是在九到十月 学业考试运忘的是三月 需要关注健康的是四月 2020年十二星座的整体运势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明年见 本节目 下期再见